法國當局在追捕槍擊案兇徒當中拘捕了7個人 諷刺雜誌查理周罕在巴黎辦事處被襲導致12人喪生 成千上萬的人在全球各地聚集 舉出我是查理的法文標語聲援被害的法國記者 斯里蘭卡選民前往投票決定該國的下一任總統 中東各地的大城市受到暴風雪吹襲 再令阿蘭文就面臨更為惡劣的生活條件 歐洲球迷在舉行歐洲杯籃球賽事期間 因為發生口角,繼而襲擊後院 歐洲球迷在全球中招募的地方 歐洲球迷在彈牧